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 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 方案提出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 作为在全党开展的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 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开好局 起好步 方案强调 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 要紧紧围绕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推动高质量发展 直奔问题去 实行问题大梳理 难题大排查 着力打通贯彻执行中的读点 淤点 难点 各级党委党组要立足职能职责 围绕做好事关全局的战略性调研 破解复杂难题的对策性调研 新时代新情况的前瞻性调研 重大工作项目的跟踪性调研 典型案例的解剖式调研 推动落实的督查式调研 突出重点 直击要害 结合实际确定调研内容 调研内容主要包括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本地区本部门本领域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主要情况和重点问题等12个方面 方案还就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方法步骤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能好看哦